好消息来了 阿祖法的哥哥一大早就给他带了个激动人心的喜讯 他满脸都是笑意和兴奋 急着要和阿祖法分享 他发现附近有个房子 拉着阿祖法就去看 阿祖法一到那 看到房子眼睛都亮了 特别是看到厕所都已经弄好了 这个小细节让他心里暖暖的 好像已经看到了以后住进来的方便 在过去的日子里 阿祖法一直跟着康德吃苦 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 无论老者怎么认真帮助 康德依旧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完美 好在老者对他也是很有耐心 就像阿祖这样 喜欢阿祖解说的不妨给个点赞 阿祖为大家推荐一款北京通人堂出品的黄旗霜 黄旗霜有非常多的好处 涂抹在脸上 手上现在秋季 马上冬天了 还可以给皮什么福保湿 方纸干什么烈 这么好的产品 阿巫真的很用心推荐给你们 喜欢的可以去阿巫橱窗看看 您可以通过点击我 投向下方的商品橱窗找到黄旗霜 姐姐阿姨们 您到哪买都是买 在阿巫这里可以保证正品 阿巫给你们做服务 真的很不错 阿祖法对房子的第一印象挺正面的 房子虽不是那种富丽堂皇的 但给人的感觉挺舒适 他和游牧民一番交流后 得知房子只能暂借给他们住七个月 游牧民自己冬天要回来放牧 阿祖法觉得这时间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找个能遮风避雨的地儿 好和孩子们一起安稳度过这个冬天 在这个艰难的时期 阿祖法没有太多别的要求 只希望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环境 让他们免受风寒之苦 游牧民对房租这事了现得很随意 说钱的是不打紧 随便给点就行 这让阿祖法心里暖暖的 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能遇到这样的善意真是难能可贵 阿祖法被游牧民的慷慨感动了 在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 能遇到这样的善良真是太难得了 他把老者给他的钱全都拿出来 一点不保留 直接递给了游牧民 这不只是对游牧民大放的一种回报 更是阿祖法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待和投入 虽然这些钱可能不算多 但他们代表了阿祖法的诚意和对新生活的决心 房子的事情一谈好 哥哥就立刻回去打包行李 他的动作力充满了急切和动力 好像已经等不及要帮阿祖法和孩子们开始新生活了 哥哥一走 阿祖法就带着孩子们坐在新家外面 享受着轻柔的威风 周围一片宁静 他心里还是激动着呢 眼神里都能看出他对未来的憧憬 房子虽然是借的 但对他来说 这已经是个很大的安慰了 他现在有了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 一个能给孩子们温暖的家 不用再过那种心惊胆战的日子了 阿祖法尝了一口气 看起来心情放松了不少 曾经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他现在能稍微松口气 瞧着两个小家伙纯正的小脸 阿祖法心里涌动着满满的爱和期待 这个新家会是他们的安乐窝 让他们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 哥哥那边也是手脚马里 三下五除二就把家当都搬过来了 动作快得让人佩服 这地方确实不错 离大路近 交通也方便 给他们的日常添了不少便利 哥哥收拾完行李 就像阿祖法提起了 他在路上巧遇康特的事 他说话时带着几分纠结 似乎对这次偶遇既感到意外 又有些担心将来的事态发展 他还特意强调 他没有向康特透露自己的身份 哥哥这样做 显然是在小心翼翼地保护阿祖法和孩子们 他也很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告诉阿祖法 他不认为他应该回到康特身边 因为康特的家人 不会给他们平静地生活 哥哥的话里 充满了对阿祖法的疼惜 和想要守护他的愿望 他太了解阿祖法过去吃的苦 不希望他再次陷入困境 阿祖法也毫不犹豫地表示 他绝对不会回去 他的语气坚决 眼神里满是坚强和自主 看起来 阿祖法已经铁了心 要用自己的努力 给孩子们一个安定的生活 不想再回到过去的痛苦中去 哥哥也表示 他会通知老者 他们已经搬走的消息 显示出他的责任感 和对老者的尊重 毕竟老者一直很关心他们 提供了不少帮助 所以觉得应该让老者知道 他们的新动态 哥哥还透露 他给康特留的是个假电话号码 这可能是出于保护阿祖法 和孩子们的考虑 希望给他们一些时间和空间 去适应新生活 而不是让康特轻易找到他们 哥哥给康特留个假号码 可能是想测试一下康特找阿祖法的真心和毅力 阿祖法现在住到了路边 这确实降低了康特找他的难度 房子在路边挺显眼 交通也方便 对康特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 而且新家离他们之前住的地方不远 康特找起来应该不会太困难 说不定还能快点找到阿祖法 现在就看他多久能找到阿祖法了 不过 对阿祖法来说 可能暂时不见康特才是更好的选择 这样他和孩子们能有更多的安稳和平静 大家怎么看呢 阿巫橱窗有蓝莓 有黄旗霜 有蜂蜜 有护手霜 有伊朗耶枣 全是99块 29块 28块 9.9块的活动商品 快去看看吧 9 s 你 1 2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